一口来聚焦 就是台东北南乡要展开都庚 而说明会上头 宪府人员跟乡民爆发了 严重激烈的口角冲突 而会议当中 当场中断半个多小时 后来议员是霸占了主席台 雷抗议包括三百多位的乡民 也耐不住火气冲上台 场面相当火爆 对 关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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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来了 别来 先议员林参天 站立主席台越吵越凶 带三百项民抗议 场面十分火爆 两方人马互不相让 现场更是叫麻绳不断 说明会顿时变成抢侠大会 不愿杜根的居民和县府官员互洽 让独哥说明会被迫中断 虽然县府官员和乡长努力平息众怒 但激烈冲突也让说明会操操结束 不过最后建设处人员竟然比出大拇指 说会议圆满达成 让人匪夷所思 看来都更正义还有得吵 记者徐玉露 蔡清怡 台东采访报道